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跌去了早上1%以后 收盘还继续下跌了0.1% 最后澳洲股市是勉强保持在了5605点之上 收盘是收在了5615点 那中国方面上海和深圳方面则有所轻微的回升 上海是上涨了0.6% 深圳上涨0.5% 但目前上阵指数依然是在3150点至上下来调动 应该来说的话 到目前为止上阵指数始终没有出现大的下跌 也没有出现大的上涨 这个局面已经持续了超过三个月之多 那在欧美方面由于昨天美国 法国的其中一位总统候选人说话是非常的离谱 说他如果要当选之后将会带领法国脱离欧盟 离开欧元区 这则言论也使得欧洲的整体股市是出现大的下跌 同时欧元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 美国方面也是一样表现并不是太好 三大指数也有轻微下跌 但是幅度远远没有欧洲这么严重 包括道琼斯 纳斯达克和标普500 整体幅度下跌都控制在0.2%以下 同时在其他货币上面 由于法国总统候选人不靠谱的言论 使得黄金的避险功能得到很大的体现 因此金价在昨天晚上再一次上涨 并且成功突破了1225的上方阻力线 目前黄金价格是达到了过去 去年11月10号以来的最高价 那么油价则因为美元的暂时走强而轻微下跌 油价下跌大约是1.5%左右 今天我们说的热门话题就是 昨天晚上法国那边 法国人是嘴炮过得过瘾 但是欧元是不幸中担 但黄金却因此而得势 我们昨天看到黄金价格在昨天晚上突然是冲破了过去 三个月以来都没有冲过的1,225 虽然说黄金价格从美国大选以后曾经一度被打得很惨 但是在过去的一个月金价始终是从底部是缓慢爬升 最低时候的1,130到目前为止的1,230 应该说在过去的30天平均每一天上涨都是超过了3块钱以上 这样来说的话 黄金价格在过去应该说在现在来看的话 在过去一个月的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 我们知道通常黄金上涨不外乎两个原因 第一是由其美元定价来组成 因此美元的强弱将会直接导致黄金价格的波动 第二我们知道黄金有一个它避险的作用 因此当世界上发生一些大的事件 哪个不靠谱的人又说了一些不靠谱的话 做了一些不靠谱的事 这个时候的话金价也会因此出现大的上涨 所以说不外乎这两个原因 导致了黄金在昨天晚上一个突然上涨 我们早上一看 果然是法国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发表了非常奇葩的言论 他说到如果他当选法国总统 将会带领法国是离开欧元区 不再使用欧元 这一则言论一出 毫无疑问将严重打击了目前欧元 在短期内上涨的一个信心 我们知道法国和德国是欧元区两个核心成员国 虽然欧元从21世纪初开始成立以来 用到现在短短时间不超过20年 中间也是风雨经历了无数 像希腊几次闹这个债务危机 到后来像葡萄牙 像西班牙或者像阿尔兰这些也是没钱 都是法国德国鼎力相助 咱们说白了要是希腊或者说是即使是西班牙 甚至于是葡萄牙这种国家 如果他脱离欧元区 那么欧盟呢 虽然说会有所伤害 但不至于伤筋动骨 但怕呢 就是怕现在的核心成员国 法国和德国 这两个大国一旦其中有一个要离开 那么欧元区势必将受到严重打击 甚至于可以说呢 欧元区很有可能会因此而正式解体 那么从现在的这个投票率来看呢 这个说大话的竞选人呢 还不一定 他至少呢 现在从票面上来看呢 并不是排在第一 但我们已经从去年英国的这个脱欧 包括美国大选能够得出啊 提前的那些统计票数 很有可能这个里面水分太大 谁都不知道最后结果会如何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我们真的是不太希望啊 非常不希望 法国如果真的要脱离欧盟 那么对于法国本身 以及欧盟国家来说 有百害而无一利 毕竟你用了20年的货币 你要把它废除 重新用自己的德国法 法国的法郎 那么你把其他国家 让其他国家情何以堪 让德国一个国家来支撑大局嘛 明显是不现实的 所以说呢 这个昨天晚上正是由于这个不靠谱的候选人的讲话 让欧元萌受了巨大的下跌 从原先一路看好的上涨呢 现在呢直接打到了就瀕临着两小时线 被打破 继续下跌的可能 那有朋友要问 那要是真的法国这个候选人当选了法国总统 那么欧元是不是会深受其害呢 这个回答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啊 法国他虽然从现在来看的话呢 距离大选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在这段时间之内 这个总统候选人呢 如果再发表什么 如果当选以后要退欧 或者说要带领法国 怎么怎么独立 这样的言论 都将会严重的刺激到欧元的走势 而今年的话呢 不仅仅是法国 包括了德国和意大利 这三个欧洲最大的三个主要国家呢 都会进行这个首相 或者是总统的选举换届 因此这三个国家里面 只要有一个是反对欧元上台的 那么应该来说 欧元在今年的走势将会非常不利 我们知道呢 去年啊 整整一年啊 都是被了美联储这个加倍加 加息啊 是早加还是晚加 这则就像是老太婆的国脚步一样的 这个臭消息啊 占据整整一年啊 今年他们厚着脸皮 还想占据这个金融界的主流啊 头条 但毫无疑问的是呢 现在投资者已经对于美元加不加息 没什么兴趣 因为美元铁定是要加息了 所以现在呢 大家又把重心移到了 其他一个话题上 就是今年的欧元大选 如果欧元去三个国家里面 有一个 选出来的是反对欧元区的 那么欧元必将会受到重创 如果是德国或者法国 这个总统当候选人呢 当选 并且呢 他要推行公投 那么对于欧元来说 将很有可能下跌是超过10% 甚至于20%的可能 所以在今年 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产品 毫无疑问 就应该从美元切换到欧元的身上 越靠近这个三个国家的大选时期 那么欧元的波动也将会越强烈 那最后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今天下午的2点30分 这个澳联储已经宣布了 澳洲最新的银行利率 是没有加息 也没有降息 继续维持现有利率不变 同时呢 在澳洲时间晚上22点30分 加拿大将会发表他们的贸易数据 借此呢 这个家园的走势 也将会受到比较大的波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